它里面的肉馅也挺足 就特别想尝一下他们家这种牛肉 然后这个也是新口味 我都要流口水啦 哈喽 哈喽又到了愉快的晚间 吃播时间呢 现在是晚上了9点半 我又买了一些吃的 这一次呢是在河马里面买的 然后看一下我买的是什么 一个taco 这个是日式鲜鱼 taco 但这个taco吧 就有点比较 外面是包着是吐司 不是那种炊饼啊什么的 然后里面可能有鲜鱼吧 然后还有一些蛋 这个味道是能够想象得到的 然后重点来了 他们家鲜肉月饼 那么一大盒6个 13块9 6还是13块9 忘了 就很划算 然后就想尝一下 因为上次吃了奥勒吉的 那个鲜肉月饼嘛 巨难吃 而且还比这个贵 真的 所以今天想尝一下盒满 然后还有他们新出的 这个牛乳 这个是桂花酒酿冰奶 就特别想尝一下 他们家这种牛乳 然后这个也是新口味 而且这个颜色我好喜欢 橙色的 感受一下 一打开就一股 小酿味道 比较清新 咋说呢 这 这个味道有一点点 奇怪 就这个味道有一点点 有一种 我在喝塑料的味道 可能是因为酒尿的味道 比较浓吧 但是它是比较清新的 然后也比较甜的 但是我只会喝一次 有点 说出来的感觉 可能不是我的菜 然后现在尝一下 这个鲜肉月饼吧 大大的鲜肉 两个字 看一下它这个鲜肉月饼 什么样 这我热了一下的啊 要没热的话肯定不好吃 酥鱼月饼一般热一下会比较好 小鲜说鲜 好吃的 太对了洗水价格了 而且它的个头也挺大的 关键是 它里面的肉馅也挺足 关键是 它是有一股油肉的味道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 鲜肉月饼也好 还是粽子也好 这种它那种油肉的味道 就特别好吃 因为肥又比较香 好吃的 我真的太渴了 虽然这不是很好喝 但真的好吃的 它们的鲜肉月饼可以啊 刚把鲜肉在这里 13块8 6个 平均一个2块多点 特别滑散 个头还大 然后尝一下这个 有点类似于 鲫鱼木鞭鲶 鲍鱼腿 鲜丹鲜丹鲜饭 白醋 看着上面 Ott 它就 combinado 想象中的味道 鰂鱼也只有一丢丢 这个就是 作为晚上甜的肚子还行 不会说 有特别大的印象 就觉得这个超级好吃之类的 鰂鱼就一丢丢 鰹肉月饼一定要热的才行 好吃 今天简单吃过就到这了 然后研制今天最大的 惊喜就是河马的这个鰹肉月饼 13块9一盒6个 好划算而且个头也大而且还好吃 拜拜 让我仔细看一下他们的配料表上面 他们用了猪油怪不得 就是感觉整一个 月饼就猪油味道特别浓 就很香真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